- 各位觀眾朋友,晚安,歡迎收看今天晚上Garena超級聯賽,我是主播昌貓,我是Bestels。 - 哇,好久沒有看到貝克。 - 兩個多禮拜了。 - 對,我太久沒看到你,然後太想你,想到你臉上都找了一顆相思痘。 - 多好了不提那個。 - 好,太久沒看到貝克,沒想到這個,這兩個禮拜你在忙些什麼? - 對,通常都做一些戰隊的事情,然後看他們練習。 - 好,因為其實之前也是考慮到貝克會越來越忙,所以說以後就是,也不見得可以像以前一樣那麼常看到貝克,我知道有很多觀眾朋友其實是很喜歡貝克的。 - 貝克你這麼久沒有來,要不要先跟觀眾朋友打個招呼? - 剛不是打過了嗎?大家好了嗎? - 大家好,我是泰宇書衛科技- 我知道你就是要我說這個,我早就知道了。 - 大家好,我是泰宇書衛科技AHQ的英雄聯盟戰隊叫做貝克。 - 沒有這麼誇張好不好,不然你再叫我念一次我還是會打劫? - 因為怎麼會這麼長? - 大家好,我是泰宇書衛科技- 英雄聯盟的主播長嗎? -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Garena超級聯賽的戰績表,順便來看一下本日晚上的賽程。 - 首先在戰績表上面可以看到第一名當然還是台北安殺星,台北安殺星今天晚上仍然有比賽。 - 那麼如果能夠在聯賽結束之前剩下的三場比賽全勝的話呢,勝率就可以達到九成五。 - 然後接著我們來看一下新加坡先鋒隊緊追在後,然後是西貢小手隊以上三隊已經確定進入Dorena超級聯賽第一季的季後賽。 - 再來是吉隆坡獵人的馬來西亞獵鷹以及最後勝率堪堪突破一層的曼谷巨人隊。 - 我覺得最近GPL賽是非常的有趣啊,尤其是從新加坡那個換將之後感覺就有點差異心在了。 - 就是跟以前的強度感覺沒有那麼誇張的。 - 對,然後又有西貢小手在絕席嘛。 - 其實整個GPL後來的賽事感覺就滿有趣的。 - 我覺得後面的賽事比較有得打。 - 前面一開始在開賽的時候其實像是這個除了前兩名之外,其他的隊伍感覺都沒有什麼勝利的希望。 - 在開賽之時是這樣。 - 可是你可以看到一整季打下來齁。 - 現在打到都已經到2012年底了。 - 其實大家的實力是一直在進步越來越強齁。 - 我覺得越來越就是每一場比賽打的都是有得打的。 - 對,尤其是曼谷巨人隊啊。 - 最近打了幾場我都覺得他們開始在戰術上有做一些比較奇妙的一些變換。 - 尤其是昨天有那個全球流,你知道嗎? - 像曼谷巨人隊打全球流,你敢信? - 對,這個在半年之前我相信是沒有任何觀眾會相信這個事情。 - 對,我昨天看到的時候想說,What? - 想不到你們已經開始有進化的感覺了,你知道嗎? - 對,這個進化的速度真的很快。 - 不可能是小泳者。 - OK,我們馬上來看一下今天晚上本日的賽程。 - 現在在晚上八點整的game1的部分呢,是由馬尼拉獵鷹出戰新加坡先鋒。 - 那麼剛剛你談到新加坡先鋒,確實在上路換降之後,新加坡先鋒是面臨了一股的低潮。 - 而且前兩天,前兩天豆腐回來打最後一場告別座的時候, - 更加讓人就是有一種不聲唏噓的感覺。 - 因為你看到豆腐出手就是不一樣。 - 對,因為一個好的上路其實對整個團隊影響力是非常大。 - 因為你在上路打得好,然後在下來的時候幫忙的那一刻, - 對整個戰局的影響力非常的大。 - 就跟TPS的Stanley一樣。 - 好,那麼在馬尼拉獵鷹這邊呢, - 則是最近好不容易就是有稍微再飛起來一點, - 可是馬上要來撞新加坡先鋒。 - 晚上八點整的GAME1究竟路死誰手? - 預知詳情呢,請收看比賽。 -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晚上九點整的GAME2。 - 在GAME2的部分則是Season2等級的世界大戰。 - 對,你們台北暗殺器應該不用說, - 就是他們的強度一直都很在, - 就是各,我覺得各的線其實真的是都表現得很好。 - 那西空小小就要看他們今天可不可以拿出什麼 - 比較有趣的戰術來面對台北暗殺器。 - 因為我相信面對台北暗殺器這種強隊, - 你一定自必要拿出一點東西來, - 你才有機會來打贏他們。 - 因為如果你平平的打基本攻的話, - 感覺就是沒有什麼希望啊。 - 用基本攻去撞世界冠軍,聽起來就很不合理。 - 對,你就跟他EU打EU, - 然後跟他比農兵比會戰什麼的, - 要贏我相信是還蠻困難的。 - 是比較困難的,沒有錯。 - 好,那麼九點整的GAME2呢, - 非常令人期待了一場比賽, - 請大家跟著我們一路看到底吧。 - 接著我們來看晚上八點整的GAME1選手介紹。 - 首先看這一場的選手介紹。 - 馬尼亞烈鷹當然沒有換人, - 這個也沒有什麼好講的。 - 其實到了賽季寂寞還有在換人的只有像是 - 曼谷巨人隊這支急速成長的隊伍還有在換人。 - 其他隊伍幾乎都已經沒有換將的動作。 - 就是你知道嗎,換將其實在對一個整季來說 - 其實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 因為你一旦換不好,而且你要經過魔盒。 - 這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 - 對你的戰績來說會影響很大。 - 沒有錯。 - 好,接著我們來看一下馬尼亞烈鷹的對手是 - 講到換將這件事情,就講到新加坡先鋒。 - 欸,新加坡先鋒。 - 那麼新加坡... - 你放曼谷巨人隊的... - 怎麼會有一個曼谷巨人隊的人混在裡面啊。 - 因為這個是字幕跟你又真女友啊。 - 我這轉頭一看就看到這個曼谷巨人隊的nevermind是怎麼回事。 - 你這個肯定就明明就敲尾的位置變成nevermind啊。 - 怪怪的啊你。 - 字幕哥你實在是。 - 我知道你最近曝光度很高。 - 我也知道你最近很想紅。 - 可是你也不要這樣子爭取曝光。 - 就是要我Cue你。 - OK,好,我來看真正的新加坡先鋒。 - 今天的Live4。 - 那麼上路就是由以前是support的Equivocal在打。 - 以前是support的Equivocal在打。 - 那麼Equivocal我覺得要繼承豆腐的位置其實壓力是很大的。 - 對,很大的。 - 然後就是以前豆腐其實他們每場比賽其實他都打滿出色。 - 然後利用上路然後來爭取一些時間來幫助團隊。 - 或是直接去下去跟直接做個團戰。 - 然後其實他們都表現得非常好。 - 那Equivocal可能就是要更加注意跟團隊更配合一點點。 - 上路對線的這個好像需要很多的經驗跟就是你的磨練。 - 因為我們昨天在直播上有跟志忠在聊到就是說。 - 上路選手很需要就是從一些小地方去獲得優勢。 - 然後整個打起來就是說。 - 反正每一個小細節都要從你手上拿到優勢。 - 對,就是在上路這個選手就是。 - 現在跟Jungle又是很密切的關係。 - 就是你可能去幫他鬼影師學球之後。 - 那可能整路就會變得一直不斷的被壓著打。 - 對。 - 那看整個團隊要怎麼配合。 - 其實上路這個選手真的是非常重要。 - 你一上中下,因為距離真的太遠了。 - 然後上路那個幫一次就完全要靠個人的實力來打了。 - 對。 - 都是非常孤單的一件事情。 - 那就像剛才貝克講到說跟Jungle比較密切的是因為Jungle大概是全隊裡面最容易幫到上路的。 - 其他人就沒辦法,其他人就只能放著上路。 - 所以你如果是打中下路的人,你常常會看到譬如說上路自己被殺了。 - 然後你也沒有太關心。 - 那接著他又被殺第二次,然後就崩潰了,就一直被殺。 - 所以其他路其實是很難跟上路發生互動。 - 有時候是中路也有可能會去幫到上路。 - 就是在你把所有兵線往前推的時候。 - 然後瞬間你趕快上去幫一次,然後下來趕快再去吃兵。 - 這是有可能會發生。 - 就是有時候你在中路跟別人對線上的時候,你要注意他如果是一直很想洗兵的狀態之下, - 你就要趕快call你的隊友說這是很危險的。 - 就是他有可能會到處亂跑。 - 他有可能會跑掉,對。 - 好,雙方ban腳變得超快啦,已經ban完了。 - 我們剛才稍微討論了一下上路,結果ban光光了。 - 今天一樣是在新加坡伺服器打。 - 其實你看他LIFOR頭上有彩帶就知道這是新加坡服啊。 - 因為這個是新加坡服,所以LIFOR頭上的彩帶就是值得尊敬的對手。 - 他在這個新加坡服打到有值得尊敬的對手,我覺得這也是很正常。 - OK,好,那在ban腳的地方,馬利亞列英是選擇ban掉奧莉安娜、冒凱跟艾妮威亞。 - 那新加坡先鋒這邊ban掉的是Shenz哥跟Rager。 - 這些ban腳都算是蠻正常的,現在幾乎是一線的。 - 除了冰鳥是比較少ban的。 - 冰鳥跟冒凱這兩個是比較少見的。 - 其實其他都還蠻正常的。 - 對,沒有錯。 - 喔,馬利亞列英莫不是要選這一個法洛斯啊。 -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選擇,因為老實說在現在沒有那麼主流的一個選角。 - 莫非是一個無情的法洛。 - 無情的法洛斯來了。 - 無情的法洛來了是吧。 - 但是,因為這隻角色就是說他的機動性會相對的比較差一點。 - 而且他拉Q的時候,就是拉那個破甲劍的時候又會變更慢。 - 就是相形之下機動性不是一個很高的AD。 - 對,我想法洛斯其實跟雷歐娜搭配是比較少見的一個情況。 - 因為感覺上法洛斯要搭配什麼Nunu啊。 - 那些比較可以加工素有的那個比較適合他。 - 那其實跟... - 喔,最後換了。 - 我們無情的法洛斯來了又走了。 - 無情的法洛斯來了又走了。 - 他來了一下他又走了。 - 那麼這個好,你很調皮啊。 - 馬利亞列英你很調皮。 - 最後換成了格雷夫。 - 其實我覺得現在伊德瑞爾在真的是沒有那麼一線了有沒有。 - 對,就是自從他那個W降攻速稍微變弱一點點。 - 但其實伊德瑞爾這個角色還是非常的強實。 - 就是除了降攻速在前面對壓的時候有可能會因為他降攻速打輸對手之外。 - 其實他的機動力還是非常非常的強。 - 就是他以前的優勢當然是全部幾乎都還在。 - 因為他真正被砍的就是那個降攻速的成分。 - 那麼就像貝克講的說機動性來講還是非常高的啦。 - 那但是終究是把他稍微拉低了一點。 - 因為在S2的時候我們一直講說就是 - 基本上所有的AD裡面最強的就是伊德瑞爾。 - 現在把他地位稍微降下來一點總算是跟大家比較有平起平坐的味道。 - 那我們看到新加坡這邊一開始選了機器人跟酷騎。 - 那由於他們選了機器人跟酷騎之後我覺得這個馬利亞烈異這邊才會選那個雷歐娜這個角色。 - 因為雷歐娜這個角色比較不怕這個機器人一點。 - 因為被拉過去我還可以做一個反擊或是怎麼樣。 - 就是通常我們遇到機器人的時候就會選擇什麼塔里克啊雷歐娜這種稍微比較硬一點。 - 就算你拉到我還是有辦法做一個防守反擊。 - 我還是有辦法打反擊。 - 不然的話會認著魚肉。 - 你如果今天是一個什麼魯魯或者是一個... - 鎖娜啊。 - 鎖娜一抓過去就整個崩潰了。 - 被拉到就認著魚肉的狀況是面對機器人最要擔憂的。 - 那可是說起來還是酷騎他機器人感覺可怕一點。 - 就是不管是在前裝或前期LV1的時候然後後期可以抓失誤。 - 其實機器人真的是多功能多用法的。 - 它會讓你的敵對你跟他敵對的時候的容錯率降到極低。 - 這是機器人這個角色存在場上的時候造成最大的影響。 - 那麼接著看到新加坡先鋒在Jungle的方面接著是採用了柯加斯打Jungle。 - 然後歐拉夫要打上路,應該是這樣嗎? - 對,其實我覺得他們這個peak是蠻有趣的。 - 就是柯加斯跟歐拉夫是可以互掉的。 - 它可以看你到底要選什麼。 - 那我待會再來做一個交換。 - 因為柯加斯打Jungle應該也是大家都知道這個科。 - 它打上路其實也是可以。 - 因為最近我有看到其實蠻多歐拉夫其實有在Jungle。 - 其實這兩個是可以互掉的。 - 就看等一下對方選出來的上路到底是什麼東西。 - 然後我們再來做一個交換。 - 那瑪利亞烈英最後兩個選角的時候也是佳文跟傑西。 - 佳文應該就是要去打Jungle。 - 因為傑西不太能夠打Jungle,所以要打上路。 - 所以應該上路就是傑西。 - 那這邊等一下可以看新加坡先鋒到底要用誰來對傑西。 - 最後Chowie選了最近火紅的卡特蓮娜。 - 哇,選卡特蓮娜這卡牌應該是會有夠難打的。 - 對,因為逆命很怕這種瞬間突上來爆發你。 - 逆命其實沒有什麼辦法制止你。 - 它唯一的一個本錢就是拿黃牌定你丟飛牌趕快走。 - 可是如果說是被卡特蓮娜這樣子換的話,很可能逆命是比較先撐不住。 - 這邊就是要看新加坡先鋒,這邊有可能要打一個比較中期的一個打法。 - 因為他們是在前期的時候,因為有歐拉夫,然後機器人,然後卡特蓮娜。 - 這三隻只要卡特蓮娜的核心裝備出來之後,其實在中期是非常搶死的。 - 那這邊馬來亞列印有可能會打一個稍微比較poke型的陣容,就是卡牌加上傑西。 - 這種poke型的陣容其實是蠻強大的。 - 只要對方進來有J4可以把人關注,可以稍微斷一下對方的走位。 - 然後還有雷歐娜可以做整體的群孔。 - 所以其實這兩邊的選角是蠻有趣的。 - 就是看在前中期的時候,看兩邊要怎麼去交鋒。 - 這裡已經變成說比較拚操作了。 - 但是馬來亞列印現在一個小小的問題就是說, - 你拚操作基本上,基本功要跟新加坡先鋒對壘是比較困難。 - 因為新加坡先鋒在減兵上面已經是非常跟上就是世界前段般的減兵水準。 - 尤其是中路的Chowy那是非常誇張的一個CS量。 - 每一場幾乎都是。 - 那他選的角色幾乎都可以洗兵。 - 像今天的卡特蕾娜也是。 - 卡特蕾娜現在是最新的一個流行角色。 - 我前幾天也有看到對客教練你在玩啊。 - 你覺得這隻角色現在的性質是怎麼樣? - 我覺得他真的是一個剪頭王,你知道嗎? - 因為他W那個技能,他的CD很短。 - 他前期的時候你W點滿了之後就開始洗兵。 - 不然他前期的時候稍微比較容易被壓一點點。 - 因為他可能過去的話, - 可是只要到技能滿的時候, - 其實在6級的時候不斷的跟對方換血。 - 然後洗兵完之後到處去Gank。 - 其實在各路線來說其實壓力是非常大的。 - 因為像現在這種,就是他就是又是很典型的。 - 就是中路給你洗完以後跑去殺別路的那種角色。 - 其實有一點點像之前那個伊芙林的那種感覺。 - 就是洗起來跟殺起來滾起來的感覺是有一點點像。 - 我覺得這跟伊芙林有稍微比較不一樣。 - 因為伊芙林主要是隱形嘛。 - 但是伊芙林就是他之前很厲害的地方是在於他那個大絕換血。 - 大絕打一波直接把你殺掉。 - 那卡特連那比較可怕的地方是他那個被動。 - 15秒CD那個。 - 那個只要你殺死一個人之後三招轉好以後再打一波。 - 伊芙林再打一波。 - 只要中路這個等級提高之後就是Q、W、E。 - 這三技能都點的差不多了。 - 那對於這個瞬間傷害其實是非常強。 - 那卡特連那這個角色比較偏向於打一個比較磨穿的打法。 - 就是可能三穿。 - 鞋子、然後面具、然後再一個深淵。 - 這三個弄出來之後這個瞬間爆發是非常可怕的。 - 尤其是打後排的AP或AD。 - 那你覺得他在會戰上面的操作技巧有沒有什麼? - 因為現在其實很流行,我覺得很多人喜歡玩。 - 那你有沒有什麼可以給大家一些意見的地方。 - 我自己在玩的時候我喜歡先進去稍微先打一波嘛。 - 可能大局我會先開掉。 - 然後很危險,大概半血的時候你就Flash出來。 - 然後你隊友再打,最後再去收頭。 - 對,再進去收到就非常爽。 - 因為他是最適合就是收割的一個角色。 - 對,他非常適合收割。 - 尤其他那個…… 只要殺到一個人之後CD一點滿 點滿之後你後面只要三分之一險 跳進去就死一個跳進去就死一個跳進去就死一個 超級無敵爽的一個角色 好等一下我們現在先插播一個這個很重要的東西 什麼很重要的東西 週末送好康總是還是要先送給大家 這個因為每到週末就有雷射粉絲團的正獎 那麼今天的正獎呢是 馬尼亞烈英對新加坡先鋒也就是第一場比賽 究竟是哪一隊獲勝啊 今天的題目怎麼這麼簡單 而且我絕對又有人要未看先猜 然後勸你不要 然後呢我們今天送出的是雷射的這個鋁字水壺 鋁字的水壺 那麼水壺我們要抽出三位幸運的觀眾朋友來贈送 所以呢當你看完比賽知道結果到底是哪一隊獲勝的時候 就可以到Razor Taiwan的粉絲團 來留言留獲勝隊伍的名字 全名就是這個縮寫啦 就是三個英文字的縮寫 那麼我們會抽出三位幸運觀眾朋友來獲得雷射的鋁字水壺 剛剛一瞬間還以為是要送什麼雞油之類的 因為他在罐子上都是黑色的 罐子是黑色的 然後又是那個瓶子的那個形狀 很適合他在倒雞油 當然 不過這種水壺有一個意見要告訴大家 就是基本上來說呢 盡量只裝水 因為這個水壺你洗不太到裡面 這種窄口的水壺 你洗不太到裡面 所以你要怎麼裝甜的東西呢 然後你洗不乾淨啊你就知道 所以盡量 你不會黏黏的這樣 對對 很噁心 那裝酒也是可以 不過這個未滿18歲請勿飲酒 那是他 未滿18歲請勿飲酒 我們不小心提到酒就講說 那個未滿18歲請勿飲酒 好 那我們說的是雷射水壺 其實那個水壺履製的還不錯 還不錯 所以有興趣的觀眾朋友 不要錯過這場的比賽跟這場的正獎 那回來講剛才這個 像卡特這隻角色比較麻煩的就是說 萬一對方盯你盯很緊的時候 其實是比較痛苦 可是他機動性又很高 就是他會咻的順走 通常 對付卡特連打我們會選擇一些 比較硬的一些角色 就是像你可以選 吸血鬼啊 然後 魔兜凱撒之後我們稍微比較硬一點 讓他覺得很難爆發 你打不死你 他就不斷地去洗兵去 因為 你卡特連打你就很想要把兵洗完之後 然後趕快去gank別爐 因為如果你中路這個殺不死的話 但是他如果 起兵速度他比你還快的話 你就覺得很麻煩 因為你在親自己的兵 然後如果他一直都被鎖在中路 沒有去別線幫打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 就比較沒有那麼厲害 這隻角色現在比較沒有那麼厲害 以前舊版的卡特連打中路 是就是想要把對面的那個 跟你對線的人殺掉 現在是想要去別線把別人殺掉 好我們看一下LV1的地方 其實新加坡先鋒隊 有可能會直接打一個進攻 不過現在人四處散開來 這個機器人應該是想在LV1先插一隻眼睛之後 再跟隊友會合 那 滿壓煉鷹這邊就是直接 分開來直接站位 就是 打一個手勢 好你看一下這邊 新加坡先鋒已經開始動起來了 然後應該從上面直接做一個進攻 這裡因為他有一直有機器人的關係 他進攻的強度是比對面強太多了 對有機器人 然後還有 還有一個你知道那個柯加斯他如果先點Q的話 其實在 範圍C系來說是非常強烈的 走過去Q起來 人走掉了 我們剛才是都放新加坡先鋒的視野 給大家一種緊張感 好結果 原來剛才傑西沒有一直蹲在那邊 因為我們前面看到 視野切過來之前一直看到傑西在那邊 還以為他還在裡面 結果這一下子沒有戳到 還被馬尼加烈的眼睛看到 這一波一擊的抓人 接下來要去抓藍 但是五個人坐在一根眼睛上面 微如吃火鍋啊 我覺得這邊馬尼加烈很可惜 我覺得看到了之後 你應該 找一個機會來做一個bet的對方 就是 欸我知道你等一下要過來嘛 我就躲在上面那個草叢 等你要打的時候 我就直接過來 你說從上路的那個三叉 對對就是這個 下面他有一個草叢 就是在上塔旁邊的那個草叢 就所有人躲在那邊 誰說人躲在那邊 等一下你要過來打的時候 我就直接 直接過來抓你就好了 在前期的時候 是可以這樣打 就是 因為 因為你有一隻 可能一定會先回去 回下路 對 你就直接無打 直接抓掉他們一波 喔 就會非常轉 因為我們去確定 你一定會來 好這裡呢 新加坡先鋒也看到了 馬尼加烈鷹來開他們的藍 所以雙方互相開對方的藍 是一個沒賺沒賠 那在level1的地方 因為這個馬尼加店這邊 有傑西的關係 其實在前期 如果抓到位置的話 配合卡牌的話 其實在吸吸數量上 其實不太輸給對方 因為 機器人主要是來 單抓一隻出來 跟整個群體會戰 是比較沒有關係的 對 這在會戰中的話 反而比較有劍術的是 那個上勾拳 跟那個大獎 我覺得這一場的下路 中路其實都會蠻精彩 尤其是在中路這邊 你就要看邱尼要怎麼去 壓對方卡牌 因為確實 卡特連拉 確實壓得到卡牌的感覺 因為 光是傷害器就是 對方就比你少一招 比你少一招 然後說實在的就是 換血的主動跟被動 一定是卡特這邊主動 對 卡特 你看一下他先點 先點 他一級先點Q 然後他再點W 然後這個慢慢可以做個洗面的動作 你看到其實 現在在對線上面 其實兩邊其實都是 打一個蠻推的 因為在中路的情況下現在 很多人就是很喜歡控兵線 可是現在 反而比較主流是 大家一起推 我推了你之後 你要來Gank 又Gank回不到我的話 你就會 整個團隊就變得非常傷 你中路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劉娜勾中了酷奇 然後呢 這一下子機器人反抓 把雷尼拉拉進塔裡面 結果 雙方是 酷奇剩下兩格 雷尼拉也剩下兩格 這邊酷奇一定要非常小心 這個雷尼拉瞬間 跟大樹的瞬間一波爆發 那個這個傷害是非常可怕的 剛才要不是機器人有把這個 雷尼拉扯進塔裡面 阻斷這一波攻勢 很可能酷奇是要糟糕的 下一次才被拉到 這個血量就是 一定被帶走了 所以這一定要非常 在走位上面一定要非常的注意 那我們在下路在對線的時候 如果有這一種 本機車會躲在草裡面 這一種 塔里克啊 雷尼拉 機器人這一種 我們都會在對 如果 已經被壓線壓過來的話 那個草叢一定要先插一隻眼睛 你要確定他的位置之後 比較不會被他直接做一波爆發 好上路 柯賈斯摸上來 呃 傑西看到了傑西往前跳 然後把柯賈斯捶飛 但是 歐拉夫開啟了 Ghost開始瘋狂追逐 哇這個走不掉了 這完蛋了 這完蛋了 這被吹一個沉默 然後再被飛斧 GG first blood 剛才最後這個 遠處的墊搶子要幹嘛 有點看不出來 他放在自己身上 加個速 聽起來還比較好 主要是剛才那個 歐拉夫那個飛斧 一飛到的時候 那幾乎就是宣布陣亡 因為 一旦被還到這個 就不太可能走不掉了 暈到了 卡特連 那但是 傑伍跟上 喔 傑伍還被順了一下 但是 還是成功的在塔裡面打死了卡特 卡特主要是已經吃到點燃 跟這個飛牌的傷害 其實已經不行了 對 玩Jungle的時候 最喜歡的就是 中路的時候 是有一個 直接吸吸的一個角色 像安妮 卡牌 這種瞬間 可以把對方暈下來的時候 配合Jungle來說 要殺他就變得非常簡單 這種 這種瞬間 單體 就是 指定CC 如果說是搭配上 閃線的效果 就是會讓你 站位非常的艱困 因為你會知道說 他如果閃線加上 他出手的話 那個距離是超級的遠 那你不可能 永遠都站離他那麼遠 所以一定會露出破綻 就像安妮也是類似的道理 就是 安妮你 你跟他保持距離沒有錯 可是你 你也知道說 他閃線加上 大絕的話 那個是 差不多整條中路的長度 都被他佔據了 你不可能永遠都閃他那麼遠 所以你就是會露出破綻 被他 閃線暈 然後跟其他人抗扣 反正是卡牌比較好預測一點 因為你只要看到他抽到黃牌的時候 應該就是小心 就是要小心自己的走位 就是 卡牌這個角色很 他很機車 會玩的是很機車 就是他會 不斷的在那邊轉牌 哇 這邊 柯教師稍微被 加文抓到 但是 這個Q的性能就是 可以保他撤退 絕對沒有問題 單打單的時候 你要擺 柯教師其實非常困難 他 肯定把你Q起來 你在追他 把你Q起來以後 又帶一個環數 你就追不到 柯教師在這個角色 玩Jungle的時候 在前期 前中後期 其實現在都是算 蠻 蠻算一線的一個Jungle 就是 他在後期的時候 真的是非常的硬 然後 帶沉默 然後再吸吸 然後在前期的時候 其實也可以 直接做個Gang 然後中期 他在打龍 打巴龍的這個 寶龍能力 又非常非常的強 對 因為大絕的性能 然後又變得非常的強 所以其實有很多的優勢 我覺得 算是一個很好的Jungle選擇 尤其是在現在的環境 主要是他算是一個 比較攻擊型的Jungle 就是 你不會像冒凱這種 角色就是說 是打一個比較 是要輔助型的 那 柯教師是可以 稍微打攻擊型的一個Jungle 然後上路解析對上欧拉夫 其實是一個 會比較有 會 稍微比較偏護膿 因為兩邊其實要 殺死對方 一定是要靠對方的Jungle來 哇 這邊 那個J4又過來了 有沒有可能要準備 要再做一波Gang 因為其實家文已經可以 剛才已經可以過河道 進下一個草叢了 因為他沒有這樣做 這時候稍微把它敲出來一點點 家文其實 追不上 他如果 如果早先有過下一個草叢的話 其實欧拉夫就被攔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 家文過來的時候 這個 要過來之前就要先通知隊友說 欸我差不多要過來 你幫我把兵線稍微空下來一點點 那等下做Gang才比較有機會成功 那剛才兵線 已經推到這麼裡面的情況之下 我相信 沒有任何一個Jungle 都可能殺不死 不過說到家文 跟欧拉夫就會想到說 因為家文的大絕 是欧拉夫唯一破不了的CC 哈哈哈哈 因為欧拉夫大絕 不是可以免疫任何CC 但是家文大絕是一道牆壁 所以你就走不過去 這是唯一可以留住欧拉夫的招式 我這個柯家獅是想帶嗎 刺 沒刺到 沒有刺到 刺刺的沒有刺到 這個刺刺的柯家獅沒有刺到 那沒有辦法 刺刀應該就是一波直接被帶走 因為只要刺到之後帶沉沒 然後卡雷連他過來直接 三招四招七噴 對四招一起噴下去的話 這個卡牌還是瞬間已經是被帶走的 剛剛覺得相當 蠻有意思的 因為從後面過來 直接打一個Q之後 他可以稍微反過那個地方 看到下路這邊 其實兩邊 稍微感覺 反正沒什麼機會 一直在互推而已 其實打到機會 雙方都有辦法互殺 但是剛才交手過的結果 你也看到了 就是雙方互相削一下對方的血 都很危險 都選擇保守 對你可以看到其實是 酷奇加上 那個機器人這邊 稍微打得比較 稍微保守一點 因為如果 因為酷奇不太敢太出去 對 因為一旦直接被抓到的話 因為下路這個 有點算是雷歐娜 稍微抗得到 因為你拉過去 其實也沒有自由 除非你直接拉到塔下 那你直接拉過去的時候 直接跟你一對一的話 其實酷奇那邊 其實並不會 會占到太多便宜 剛剛我們可以看到 因為 新加坡先鋒的中路 卡特蓮娜 不需要吃藍buff 所以 柯加斯就很快樂的 把自己家藍buff吃走 這一點也是 這個 中路選卡特的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 藍是可以留在薑格的身上 剛好搭配 柯加斯 柯加斯有藍是比較愉快 看中路卡特蓮娜 輕玩的 看他有沒有要去別線發展一下 因為卡特蓮娜這個角色 我覺得他會比較偏向洗兵 Gank這一部分 然後 如果是直接來壓卡牌的話 就是要防止他 不要到處亂飛 就是 趕快不斷的去消他血 一有機會就消他血就好了 然後你把卡牌消到沒血的行動之下 他想飛 他想飛也不知道要去哪裡 對 異命這隻角色就是這樣 就是說順風 他很好打順風 但是打逆風的時候 其實 像剛剛貝克提到的那種 沒血你就不可能飛別人 這種尷尬的場面 其實是常出現在逆風 你看卡特蓮娜現在 做一做Gank了 加入走到這裡 應該是已經被發現了 格雷夫來了幾跑 機器人沒有抓到 這邊其實是沒有眼睛的 只是 應該是判斷殺不掉 然後直接退掉 因為剛才如果直接 過去直接打一波雷歐娜的話 其實是有機會 把一個Flash弄掉的 我是覺得沒有 下場去打很可惜 因為 剛才那個角度切進去 應該還是要摸到雷歐娜 絕對沒有問題 兩個江戶人都有 Oracle 家文想要走進草叢裡面 然後眼睜睜的 直挺挺的走進了 客家室的懷抱被刺起來 不過呢 實際上因為傷害也不是很夠 然後加上說 上路了兩個人一起來支援 結果是一個二打二 那麼可能在新加坡先鋒這邊判斷 硬打其實沒有好處 選擇退掉 你看到這個傑西非常有趣 他只有點 那個Q跟E而已 他W連點都不點 比較傳統 就是比較 之前史丹利是 他連連W都不點 他直接跟你 直接打一個這樣 因為現在 因為以現在來講 歐拉夫剛才在出手打傑西的時候呢 遇到了 家文進來gank 不過呢 他一個人跟兩個人 稍微纏鬥了幾秒鐘 然後 因為自己的客家室 從後面趕上來的關係 所以決定要進行二打二 那麼是瑪雅烈這邊 選擇撤掉 阿這邊 歐拉夫跟 何家是有沒有 直接 辦法直接做 一直不斷的壓死 歐拉到了 雷歐娜 這次真的可以打得死雷歐娜 雷歐娜身上沒有開盾 格雷夫想要把 想要把機器人換下來 而且他也確實得逞 加上點燃 加上剛剛的閃線 終於是成功得手 瞬間的爆發其實還是非常可怕的 這邊就是兩個輔助互換 然後在對線上來說其實幫助也 就還好而已啊 變成兩個AD卡路在互打 感覺上 因為通常我們要換的話就是 一個輔助去換對方一個AD 對 如果一直是換到輔助的話 那就還好 沒有太大鑽頭 不過這邊 復習還是仍然打不太贏大叔 大叔 血量稍微贏一點的情況之下 就不斷的過去壓死 大叔有加防啊 跟酷騎的被動的真實傷害比起來 其實兩個人是各有勝場 但是大叔還是稍強一些我覺得 瞬間爆發上 其實大叔還是比較好一點點 尤其他那個QW啊 跟R這三個一丟出去的時候 那個傷害真是可怕 這個我會 首先猛龍過江 然後人在江湖 接著隻手遮天 最後再發一個龍爭虎鬥 這個我會 我知道你昨天有玩ARM 有玩這一次嗎 哈哈哈哈 你知不知道那有多難 好難記啊 而且 重點是啊 像葛雷夫這種角色 就是他招式幾乎都是疊在一起 就是你平常只會來回移動跟普攻 然後你要出招的時候 通常就是你E往前衝之後呢 然後煙霧彈丟出去先還對方 然後接著Q跟R是同時出手 所以如果你要玩ARM喊出來的時候 你會崩潰 我覺得 我那天有感受到你崩潰的感覺 我這個 怎麼 算了 哈哈哈哈 我看到新加坡先鋒這邊 要直接來做一個獅龍的動作 然後這邊馬里亞應該是來不及的 尤其是 在柯加斯在打龍 應該是沒有人搶下來的 柯加斯在打龍 他咬一口加一個smite 你到底要拿他怎麼辦 因為他剛才還先把smite丟掉 用咬的 因為咬比較痛 對咬一次是一個真實傷害1000 所以 要搶走柯加斯的龍 相當相當困難的一件事 剛剛你可以看到他先smite了 為什麼 因為我看到他跳出10塊 他有點強化smite 然後他先smite 然後再咬 所以是10塊接著才是190 但我們在玩柯加斯的時候 通常都會在 大概1500 大概2000滴的時候 就叫隊友直接擊火 對你就招通通丟上去 對就招通通丟上去 然後柯加斯 直接smite 然後直接咬就好了 就直接一定100%打得掉 可是柯加斯在junkle上面 打龍情況 最強的一個地方 我覺得一個十分的優勢 以現在的角色來說 只有盧弩跟他一樣會咬怪 可是盧弩在junkle上面 又遠遠比不上柯加斯的那種junkle 主要是盧弩吃比較沒有扣這麼多血 對 就是柯加斯這個真實傷害是非常的 你要算血來說 其實可以算得非常準 然後現在兩邊陷入一個 你農我農的狀態之下 這個打到15分鐘 大概是2比2的情況之下 然後兩邊這個差200塊 經濟上幾乎沒有什麼差別 即使你看各縣的農兵 呃 說新加坡這邊是燒贏一點點 但是卡特雷納在CS上面 反而是輸膩很多 輸膩非常多 不過這邊 就是匿命如果也沒有gank到對方的話 其實也不見 就不是一件好事 你要演是一個匿命 因理論來說是要到處飛去幫忙 因為他所以是一個中路最好gank 這個對方的一個角色 你如果一個定 哎唷 柯加斯被雷歐娜 這個雷歐娜危險走不掉了 雷歐娜背後的危險被拉進去 要死了雷歐娜 以前丟出了個大絕 定住了卡特蓮娜 但是仍然逃不夠死掉的命運 卡雷夫根本就在下半步 沒有辦法走上來 所以這裡讓新加坡西風殺了人 之後還是揚長了去 其實這個鞋其實改弱之後其實也是非常強 他直接在玩 繼續玩AD型態 然後Q跟E直接跟你打一輪 一直不斷的擄小女的話 其實你還是非常非常難對付這個角色 因為其實只是改掉他那個 那個E的那個基礎 對 基礎傷害 但是其實你還是有那個嘛 趴數傷害 還是有細數在啊 在命值能跟比傷害還是非常強 卡特現在在消血上面 好像看起來是稍輸匿命血 其實卡特還是可以直接跳過去 直接跟他硬打一輪啦 然後耗血耗血耗血 耗幾次之後 匿命要打贏他 應該就打不死 好 卡特蓮娜 深淵魔杖入手 深淵魔杖一出之後 應該就可以直接來跟匿命 做一個換血動作 就是 匿命的血量 其實應該已經輸蠻多 然後你還有深淵魔杖的那種魔抗的話 去換血就會換得贏他了 轉頭看一下匿命的裝備是 一雙磨痠血之後 接了一個大棒 接了一個大棒 那麼比對卡特蓮娜 確實在換血上面來講 看起來卡特蓮娜 裝備應該是可以 創造一定程度的優勢 各況卡特蓮娜出手 QWE是三招 匿命再怎麼樣 就是兩招 那個第四下普攻 那個Size不能算進去 有可能是你知道嗎 一飛過來一瞬間 然後黃牌一丟之後 開始開始普攻 有可能可以打到四下 對 這裡卡特蓮娜已經到下半部去了 這邊有可能會 配合 Blu 上路只是柯迦斯斯跟 歐拉夫的合作 и柯迦斯把眼睛給拆掉 哇這邊解祐倫奈已經溜進去 這個傑西會有一點點危險 小兵進塔的話 這三個人進場 待幅屁虜西 再咬一口 死 好 加上 最老是不是有兩個 這邊也是在dive對方 下路也是在dive 而且下路是 不過下路是dive死一個機器人 那現在新加坡先鋒就是眼看下塔守不住 一定要跟著猜上塔兩邊護猜一過 才有 才有算去扯 對 這個是一個 很典型的一個卡牌gank的一個方式 就是你下路兩隻嘛 然後推上去的時候 配合Jungle做一個4dive2的一個情況 那這是一個卡牌 最強的一個盃的一個方式 就是 就算給你看到 你又能拿王者 你只能推 不然你就直接推回家 雙方有一種bade rush的氣味開始產生 就是互相 拆了一座之後不夠了 連內塔也要 連拆兩座才肯收手 事實上兩邊都是互拆兩座的情況下 感覺也是沒有什麼 感覺也是沒有什麼鑽頭 還是都一樣 就是 其實要破旋風就是領先那一隻龍的錢而已 對 這個 因為利命有額外的 一點點的經濟優勢 加上他自己領先卡特不少CS 喔 這裡被戳起來之後 又被拉起來 這要死了啊 完蛋 他應該死掉位 其實為什麼柯加斯堡Q起來之後 想說 啊 算了 被Q完之後快走 結果後面還有一個機器人拉得很準 對 現在其實看這個情況來說 對 馬來拉列印不是一件好事 尤其是這個 利命沒有辦法創造出他的優勢的時候 等一下 越到後面 其實卡特連打會越來越強 在 單殺啊 在後期收頭的方面 卡特連打是非常非常強 尤其是好幾個角色 尤其是歐拉夫這個角色 其實 他就是耗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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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最後再有卡特連打進去把頭收一走 其實就OK了 又抓 又抓到了 這一個猜眼又被抓到 有點危險啊 佳雯四四 佳雯四四 佳雯四四加了一個閃線 這個閃線非焦不可 不焦必死 他有一個Oracle啊 這個不焦是絕對不行的 他第一條命價值700塊 焦焦 OK 啊 這裡在等龍生啊 9分11秒 時間算得極端的準 那麼這一個眼睛終於是看到了 終於被先知給看到 我們失去了視野之後 瑪雅烈銀還有辦法來阻止 新加坡先鋒吃這頭龍嗎 喔 這樣子打掉差一點點傑西的靈環 灌進來的時候 其實也是有點接近 不過仍然不敵科加斯 大口一開的這個銀威 對 要拖到科加斯還是不太可 就是 但是其實這個傑西已經射得非常好 反過來說就是 如果科加斯的僵狗被別人拖走的話 那應該是奇齒大的 真的 如果你在打巴龍的時候 你的隊友是科加斯 然後巴龍被偷走的話 我已經不知道你可以氣成什麼 怎麼樣的一個德性 這眼就不會生氣了吧 因為其實感覺跟這種的生氣也沒什麼意思 嘴巴一撇 這是三 好 卡特其實這一場的表現不是太亮眼 但是 誠如貝克教練所說的重點是 卡牌也因為跟他對打的關係 匿命跟他對打的關係 打到也不是很亮眼 對 他現在零一二說實在 零一跟匿命來說 這個資源的頻率是太低了 因為兩隻都比較偏gank型的一個中路 就是 他 可以在資源上面其實做得非常非常的強 哇 神絕飛過來 對 零的姿勢感覺有點危險 小小危險 但是這一下子要掩靠 車降師的斷頭 欸欸欸 欸 在等什麼 他剛才為什麼要發帶 嚇我一大跳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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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在想什麼 這個在想什麼 為什麼要想那麼久 好 逆命飛出來 跟著傑西兩個人衝過去打歐拉夫 歐拉夫一看到逆命開大決 立刻轉身就跑 好救人命 這個卡 怎麼有機會推掉呢 這卡牌過來的時候 要推掉這個卡應該就有點困了 哇 這邊拉到卡牌 哇卡牌瞬間被秒殺 太慘烈了 我剛好那一瞬間 我剛好喉嚨不舒服 我正在這個清喉嚨 結果他就直接被拉去秒 我連講都來不及講 對 因為剛才兩個人要親切 剛剛龍王機器人一過來 瞬間拉到卡牌 因為卡牌連跑都跑不掉 好 這一個大決 佳文這個大決 感覺也是不怎麼樣 然後 雷歐娜往前勾上去 把自己給害死 卡牌連那一滴血 好 上去輸出QW Ease Call呢 閃線拖出 那麼 接著佳文有那麼一點危險 不過 丘尼 不對 這次已經是萊波 那萊波又被灌了一下 好痛 萊波跟丘尼 兩個人雙雙沒血 這該逃了 天 四隻都沒有血落跑 然後馬尼亞全部沒殺到 這次虧太大了 那 我覺得這邊新加坡線風就是 外塔現在三塔都打掉的情況之下 應該就是 趕快把野 你看 新加坡這邊做得很好 就是把所有的眼睛 直接插到對方野區 其實各個 重要點位都插進去之後 然後再慢慢把線推出去 等一下 只要裝備比較有 就是插不住的時候 就可以在巴龍那邊 直接做一個B站 但是這個野區 這個眼睛的點位 真的一定要都要先做好 不然這個外塔三塔都破了之後 你會陷入一個 不知道去哪裡的一個狀況之下 看一下 而且其實對線期已經過 匿命就開始有一種 比較沒有前面那麼威的感覺 就是你線一縮短的時候 匿命 可以做的事情又更少 對匿命這個角色就是 給你現在人多打人少 他就瞬間飛過去跟你人多打人少 就是可以配合什麼 一些全球流的角色 然後直接過去跟你人 但是只要 五個人集合的情況之下 你秘密敢飛嗎 根本就沒有辦法飛 你只能把大絕拿來做一個追擊 不然飛出來都是被秒的 你不可能用大絕來開戰的 戰也不可能 哎呀這下被 肯定會被抓到了 完蛋了 完蛋了 葛雷夫直接被抓死 對於馬尼拉來說是最虧最虧的結果 步行上前 這已經是追王蘇貝拉 卡特蓮娜 不斷的重製不斷的殺不斷的重製 PENTA KILL 什麼東西啊 呼吸 在我們 魂燃不絕 因為我剛剛一直看到 Chowy的這個 Chowy的卡特蓮娜一直在上前重製招式 不斷的上前打 沒有想到到最後這地方 Live 4竟然是由他打出了一個PENTA KILL 我覺得這個Chowy就非常神奇 好我們來看一下剛才的Reflect Chowy覺得都是我打的 為什麼是你PENTA 好 柯架斯率先 然後歐拉夫逮到VYY 而且他刺到沉默 哇 那個殺死那一下是暴擊的 對 庫奇暴擊把他暴死 然後庫奇普攻打死了加文四次 接著抓住的是雷歐娜 雷歐娜還沒有被刺起來 庫奇飛彈加普攻擊殺了雷歐娜 TRIPLE KILL 然後接著是Chowy上前發了兩招之後 還是被庫奇打死 最後這一下我真的沒有看到 庫奇普攻是吧 普攻 PENTA KILL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 然後巴龍已經吃完了 然後在我們看重播的這段時間 巴龍已經吃完了 好吧 LIFLE 從今天開始你就不是神劍LIFLE 你就是PENTA KILL的LIFLE 好不好 這個自從開幕戰的時候 他發了幾發神乎奇蹟的兵劍 然後那個時候他的人氣是很旺 你知道剛才那個是怎樣嗎 就是那個卡赫蓮娜你知道嗎 招式一用完都剩一滴血 對 每一個都剩一滴血 然後就射他一下 普攻 然後就死了 學庫奇的語音 好爽 超爽的 要剪到五個頭超爽的 這就是紅爵士造型的厲害 紅爵士是遊戲早期的時候 推出的這種傳奇造型 那麼早期推出的傳奇造型 比較沒有自幻整套的語音跟動作 但是紅爵士是這個裡面 唯一一個螺旋槳直升機 他是前置 就是前方單螺旋槳直升機 的飛機 而且他是採用二戰的空戰英雄 紅爵士作為他的造型概念 趁機推銷一下 我想等一下你要做歷史故事 來推銷這個紅爵士 紅爵士是二戰德軍的空戰英雄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 他在這個飛機的機翼上 有這個德國空軍的標誌 他是一個史實上就存在的人物 就是二戰德軍空戰英雄 所以他就是以這個為概念 然後他可以幫他做的這個造型 然後看到實際上那個鐵十字 其實真的還蠻漂亮的一個造型 在酷奇的造型裡面我最喜歡 是這個跟阿福 阿福就是很惡搞的 就是那個騎阿福他會丟鍋鏟 那個很惡搞 這個就是以帥為主的話 就是這個 這個Darkness Flash出去抓一個人 剛好沒有抓到阿 本來是想要耍一下 耍一個帥阿 就是說不能這一場 不能都讓LIFLE一個人帥 這邊打到真一滴血 這邊 感覺LIFLE 這邊LIFLE又要來普攻 沒有Darkness其實用大絕把人炸死 哇 四個人被關在佳文的大絕裡面 但是問題是 瑪雅列印真的是 裝備已經落後 太多攻擊力不足 喔 衝進去 啊為什麼是 機器人拿到一個DWK嗎 真的哪裡怪怪 最後還是 酷起來是成功的TRIPLE 另外兩個是他的 下入好夥伴 Darkness KS走 如果剛才那兩個又LIFLE 那個LIFLE打死的話 他又PENTAQ 那就是一場雙PENTAQ 一場雙PENTA就是有點誇張 如果他一場雙PENTA的話 我覺得他會瞬間 就是成為GPO最紅的一個AD Carry 好的 那這邊這一場 就在新加坡先鋒的PENTAQ 底下結束的遊戲 其實我覺得這一場的步調相當的慢 就是前半段的時候 你會覺得 遊戲整個好像黏住了 就是幾乎沒有什麼擊殺殘忍 就是剛剛那一波 一瞬間 然後巴龍吃掉之後 瞬間就結束了 就是打出一個PENTAQ 然後接著吃巴龍 然後遊戲結束這樣 這前面很慢 很慢 而且幾乎沒有看到匿命去飛別路打 濃到你都有點想睡著的感覺 對 我是有點想 不是太濃了 因為你看到卡特蓮娜跟尼米 感覺會到處來GANK去的人 感覺很殺的兩個人 結果沒有 就是可能會到處跑線 然後飛來飛去 直到那個 一個上去Dive 然後一個下去Dive之後 那才開始感覺 不然前面兩個人都 我看他吃完冰之後 就在旁邊 就後退 躲在旁邊 試鬼旁邊那個草叢那邊 你有沒有要過去吧 沒有 我也不過去 那個很誇張 而且你看卡特蓮娜 就是這樣順步 然後W 我輕一圈好 我走了 然後逆命也是 丟一張紅牌 丟一張飛牌 好我走了 不好意思 兩個人都沒有 沒有那種要相殺的意味在 然後別路的GANK也打得很少 確實是像你講的 就是上路GANK一個 下路GANK一個 然後兩邊雙Dive之後 雙破兩塔 然後才比較有繪在的感覺 對 感覺有 開始有繪在 然後之後吃幾個龍啊 然後剛才 其實應該是西加坡先鋒 剛才那邊刷了一個 非常漂亮的一個點 對 最主要也是說 西加坡先鋒現在有 機器人就是 開戰就是很有力 而且柯加斯也是 遠距離開戰很強的角色 這兩隻角色搭在一起 其實你會讓對方 就是沒有辦法進去 柯加斯加上這個機器人 就是一個雙沉默 雙AOE一個沉默的打法 就是你如果人都在一起 然後柯加斯噴你一下 然後沉默完之後 這個機器人再過去弄你一下 那兩個車 你什麼招都放不出來 你什麼招都放不出來 其實是很痛苦 好 看一下積分板 在積分板上面可以看到 好 今天的這個 本日明星是Lightfall Lightfall的這個 一個Pentakill 總共是打出了10-02的瘋狂KDA 然後裝備也很神 這個就不用再多介紹 那你看到馬來亞烈英 這一場可以說是 沒有什麼招架之力 我覺得馬來亞烈英 這個陣型是OK的 只是發揮不出來 就是被新加坡先鋒壓著頭 就是壓住了 你發揮不出來 尤其逆命幾乎都沒有飛出一個 除了那一波dive之外 除了那一波dive之外 那也很久之後 就是幾乎都沒有打出她 逆命應該要有的打法 對 馬來亞烈英這邊 她的陣容還是有比較 比較奇怪一點的地方 因為其實這個 雷歐娜這個角色 是算是突進型的 是突進型 要直接打一波的一個 但是傑西是poke型 傑西跟那個卡牌 是poke型的一個英雄 那你這整體搭起來就比較奇怪 如果你配一個像 Nunu啊 這種角色的話 其實對整體的 Nunu 然後還有Jana 這種比較 防守型的一個英雄來說 其實對於整個陣型來說 會比較 感覺比較配一點 我覺得整個大局整體選角這個東西啊 就是 貝克教練在這一點上面的見解 是都是很好的 就是說 我像我 我昨天有在講說 我覺得北美的一些大局觀 是太老舊了一點 就是他們在選角上面 通常都是 譬如說 我上路什麼角色好打 我下路什麼角色好打 可是 全場什麼角色好打這一點 我覺得思維上面 是比較沒有那麼先進的 好這一點就是 當然我也是跟貝克教練學的 所以我也常講這方面的東西 但是就是說 就是我覺得 其實在現在世界上來講 為什麼北美比較落後 有一方面是這個 這個問題 對就是 不管是你那個 對線的選擇 因為有 有一些人是 你知道嗎 就是你選什麼 我就只有單純Counter 我用這隻Counter 你可以Counter 但是在五個人角色選起來之後 這陣容就剛好不配 像剛剛下路的雷歐娜 確實是 能夠拿來應對機器的 而且在線上 你也看到了 在線上 他是應付得了 但是直接到後續 五個人的時候 你就變得很尷尬 因為你要硬開 他的家文跟雷歐娜是很搭 就是這兩隻的印開是很搭 而且範圍也差不多 但是問題是另外兩隻在後面要打Poke 如果你可以配一個什麼 死哥啊 那種可以印開死哥啊 然後上路 也是配一個可以印進去開戰的 像什麼 賈克斯啊 賈克斯 賈克斯配死哥 哇靠我這個組合就非常的棒 對 就是全部都可以印開 如果你上路今天是改成 賈克斯加死哥 然後配上雷歐娜加上 加上這個 加文士士 哇 整個陣容就會變得很完整 我就是要印跟 我就是直接跟你攤牌 我就是要印跟你打一波 如果你不要打到你就完蛋了 對 好 那麼這場就恭喜 西加坡先鋒取得了勝利 那我們稍微進廣告休息一下 我知道大家在等這個 台北安紮星的比賽 然後大家不要忘記 雷蛇粉絲團的正獎活動 可以去留言喔 那我們先進段廣告休息一下 我們等一下廣告過後 帶回來至今晚的Game 2 我們先進段廣告 輕薄科技全時筆電 UltraBook靈感源自Intel Acer